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後 我們科技界關心的 或者社會上關心 而對科技界有關的一個議題 當然就是人面辨識 因為近年大家都知道 中國內地全世界第一 裝很多鏡頭 周圍都有很多鏡頭 甚至還實時地做人面辨識 你進去看演唱會 出來時已經懂得去拘捕你 已經很快地做了這些分析 如果你只是為了捉賊人 當然好像很好 但你又想想 99.9%的人不是壞人 那些私隱全都給你 對於一個極權國家來說 這個當然問題就更加大 但你現在香港 都是越來越趨於一個極權管治的情況 這個真是市民大家都看到很關心 你政府搞那些什麼自衛登柱 都一波三折 所以這件事並非說 你政府就是說你信我 那就OK的 亦都一小小背景地說 其實這個問題在西方國家很多城市 都已經熱烈地討論 特別是美國有幾個城市 三藩市 屋倫 即是三藩市對面海的屋倫 都是一些直谷附近的地方的大城市 都應該很懂科技 這些地方 甚至麻省劍橋 MIT都在那裡 這幾個城市有個特點 他們都開始談 甚至乎已經立了法 就是說不讓政府 不讓警察 用人面面識技術 反過來 是那個市議會 等於他的立法會 當然就是城市的層面 議會就是說不讓警察去用 當然你說如果我有權在立法會提一個動議 然後可以一個法律 就是說要求政府可以不這樣做 即香港我們基本法都不讓我這樣提 基本上我不會提到 但是你想想在那些地方 那些議員是關注這個問題 即是反映了市民關注 就是說不讓警察用 因為會帶來很多私隱的侵犯 一會兒又會拉錯人 一會兒又可能會特別針對一部分社會上的人種 或者人士 這個是外國的趨勢 當然大陸的趨勢就不是 周圍都擺 最近我們又見到 連香港 譬如有些解放軍的軍營 特別就是 有報導說在九龍塘那裡的 這個解放軍的軍營 因為它旁邊正正就是浸會大學 有人發現 就裝了很多那些這樣的鏡頭 那這些鏡頭 就很多好像就是 似乎射了過去 看了指了過去大學那邊 有些學生就說 行路呢 不知道是不是要蒙面 還是打倒退 還是要鬥路走 就避開這個解放軍軍營附近的地方 但是都很難避 因為他們幾乎就是 根本上就在旁邊 所以就令人家就是說 喂 現在其實這些收集的內容 還有那個方法 是有沒有觸犯香港的法律的呢 因為香港法律 最基本的 就算你問回私隱專員 他都說你收集的資料 你要告訴別人 你是否有收集 你收集的用途是用來收集是甚麼 理論上是這樣的 如果有公共的地方 有個攝錄器 有個攝錄器在拍攝 他應該有個告示 告訴你 其實我們是怎樣處理的 如果你要問他 他可以錄甚麼資料 如果你去問這個機構 他要告訴你 是啊 我們這些資料是用來甚麼用途的 還有我們是譬如保留多久 多久之後我們會銷毀的 等等 有沒有錄了你的資料 理論上他要提回你 我們有沒有收集了你的資料 這些都是基本上 香港的私隱條例要求的東西 糟糕 如果解放軍的軍營 他又不是看著裡面 他看著外面 他守不守香港的法律 還是大家心照 私隱專員 沒有牙 連本地企業都可能搞不定 你叫他搞這個 老虎頭上釘膝 叫他去挑戰解放軍 不要想了 很難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這個真是令人擔心 我們一來就講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香港那些最基本的法律上面 對於我們的人權和私隱權的保障 是不是真的已經落後到一個地步 而另一個方面 就是包括 譬如今次就講解放軍 其實我們自己的政府都不是好很多 在我們現在附近的天馬 附近政府總部都裝了很多鏡頭 那些攝錄器材 究竟拿了的資料是什麼 我曾經去信政府問過 他們基本上 警察問他拿什麼 他幾乎就是給他什麼 你要什麼就拿 拿了之後 究竟用那些用頭來做什麼 是不是你說有破壞 有破壞之後 我要抓哪個人 讓我拍到他破壞什麼工物 所以我拘捕他 還是其實 只不過錄下你有沒有參與那個遊行 甚至可能是一個合法的遊行 這些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所以你才明白 為什麼香港市民是對於 這些人面面識的技術這麼關注 對於你不讓他去蒙面 是這麼關注 但是有些人又說 你們給那麼多的這些限制 會影響了 就是那些企業對於香港發展科技的投資等等 我的感法就是 不可以就是說 別人對科技的應用 市民、人民對他廣泛有關注 我就說你們不要害怕 你不要妨礙我做生意 我覺得我的行家 大部分都不會這麼想的 甚至乎我的行家 因為他最熟悉的技術 他才知道那些危險在哪裡 他就會告訴大家 其實有時候都要管一下 但我們的法律又管不到 甚至乎有些機構 包括政府機構 包括警方 我根本真的 問他問題又不回答 問他問題又不回答 你要管他都很難 所以有些人就會擔心 這樣其實是不是都會影響到 香港作為創科 那些投資環境等等 我又覺得其實間接直接都會 近期這個社會的形勢都會有些影響 但最主要就不是因為說 你現在要限制他做些什麼的人面辨識 所以他就做少了生意 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你基本上不要計中國 你去到外國的每一個城市 國家甚至整個歐盟現在都在立法 就是說要限制人面辨識的技術應用 要求他們歐盟下面的不同國家 分別去立法去處理或者收緊 所以趨勢是很明顯的 就不是說你不要妨礙我們 用科技去買多些東西給你做多些生意 你今天不去處理好這些問題 其實在外國的例子很多 你看那些Google Facebook那些 就是以前做生意 可能有些人覺得他狼夾狠 很狼狠 然後被人罰到他 數以億計罰回頭 所以其實沒有好處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我們行業裡面 很多負責任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這個負責任和社會責任 和不要濫用的技術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對自己好對別人好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但是你說那些公司有沒有擔心 他真的有擔心 就是一路講開的資訊自由 我知道已經有幾間外資的公司 過去曾經想到來香港做數據中心 或者甚至有一間公司 甚至有一間公司是說 原本是想來香港做一個大型的虛擬貨幣的項目 但是現在都全部是拖得就拖 等得就等 甚至乎暫時取消了 這些都是說數以億計 甚至十億以上的一些大型的投資 但是他們擔心是什麼 是不是說現在的地鐵 這麼早關門 各樣東西 交通不方便 還是社會上很多動盪 其實不是他們最擔心 就是說 香港失去資訊自由 那時候那個香港就已經不是香港 他們近年 有些就說去了新加坡 其實你不要以為新加坡很好 新加坡他們這段時間都在生氣 因為新加坡又過了一條法例 就叫做假新聞的法例 那條假新聞法例 就是說政府說你那些是假新聞 你就要移除它 那些很多的社交媒體公司 就說多得你不少了 以前就說 哄我們來你那裏 哄完之後就加一些這樣的法例 那我怎麼去美國那裏交代呢 我們的標準不同 你要我在你那裏 跟你的本地法例 我在本國 或者就會被人挑戰 或者跟我公司的理念都不同 所以新加坡其實都有一定挑戰 近年其實最成功 搶了我們很多生意 因為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以及甚至開始 連新加坡的生意都有一些搶過去 是台灣 就是因為至少到現在 台灣反而是 在亞洲地區 你不要跟一些比較上 有時候政治更加環境動蕩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或者去比較 因為有些都去越南 難道他們還是比較封閉 或者極權的國家 獨裁的國家 但你去到台灣 台灣反而是比較透明 以及跟足資訊自由 所以他們其實現在 搶了很多外資 特別是美資的資訊科技生意 在那裏做研發 在那裏做數據中心 雖然我們經常說台灣的基本因素 海底電纜 供電設施 各樣東西 差過香港很多 當然地多過香港 地沒有香港那麼貴 但是其實 以營商環境來說 國際化我們好過它 但是你只要輸一件事 我們那些生意就會輸了 就是資訊自由